超级九月与修斗护盆 今天连夫妻教练都劝不开 大仙终于坐不住了 但他回应 他并没有直接找九月和修斗的麻烦 去将酷鞋和细和叫来大骂了一顿 还惩罚了两人 所以大仙为何不骂当事人 而把旁边的护鞋与细和教育了一顿呢 一起来听听老板大仙当时的操作 是如何尽显高情商的 酷鞋玩了一首关羽 一波绕后踩五个 推五个 一刀就一波推五个 把它推崩了 一刀还抢下大龙 想想那个画面 九月在 九月在打野 然后酷鞋一波操作 把九月砍得是嗷嗷脚 怎么回事 上马打W的时候 往阿国躲 感觉你这个关羽没这么猛 怎么一打颠峰赛 一打颠峰赛 你在对面 你就给我来一首 S组 S组第一站编是吧 我看了一个段 还是别人编的 不是这么说的 他说了什么 就说 他队友的时候 就感觉操作不出来 怎么一到对面 你就在S组编路是吧 然后豆子在旁边 说了晚不晚 还是兄弟了解兄弟 他估计说这个话的时候 另一刀已经下来了 前面一波是推了 推了四五个 分割了一波战场 把他们分死了 然后再反手 正向一批大龙没了 然后豆子说的那一句 还是兄弟了解兄弟 以为豆子 他在安全区了 他已经两千五万分了 他这个月的国服都全部稳了 然后他在旁边说了一句 我九月气了 就嗷嗷乱叫 然后后面就变成小学生罵架了 然后后面又拉鸡化了 前面两句你菜你菜 他菜他菜他菜 然后就开始了 然后你说豆呢 怼了过九月 九月人间大喇叭 李梦 李梦在后面 在干嘛呢 李梦在陪他的小兔兔 然后你看这个情况不妙啊 就没出来了 他就继续跟他的兔子玩了 后来我就觉得这个事情不太对 我还得打个电话 我想来想去 所以应该是个小事 我觉得不太行 还是得打 叫他们打个电话 聊一聊 整治一下记忆 然后我感觉我就想了半天 我该怎么怎么说他们 我直接去怼他们两个也行 那也不太好 然后就直接先 我打电话 我先是吧 这个操作还是有点技巧 我发现我活了这么多年 没白活 灵光一闪 我打了个电话 我已经几个前面过来开会 开会我第一件做的事情 我不是说去说 不是说九月 也不是说豆 我先把 我先把西河跟酷鞋怼了一遍 我说西河酷鞋呢 你在干嘛 他们两个肯定一筹梦好 不是 是他们两个吵架 为什么 为什么不停的吵我们俩 然后把他们都怼了一怼 我说 您怎么回事 坐在你们对面的 是里面的队友 说的话 比较严肃一点 我很严肃的说 不是像现在西河下脸的说 然后我就非常严肃的 对他们两个 我说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对面两个是你的队友 你的队友在吵架 你劝架 你就当吃瓜群众 别的看着是吧 然后我就疯狂说出他们俩 但事实也是如此 不行啊 你的队友在旁边吵 你不拉架 他们两个吵 不就是因为你们两个 你们几个人在吗 对不对 不然他们两个会这样吵 他很多时候吵架 他不是说吵给对面看的 他也就是吵对面 对不对 不是我跟你之间吵架 我们被架子不停地吵是因为 对面的围观的群众太多了 你懂我意思吧 然后这个还是 所以说你在路上 你在路上碰到吵架的 你基本上就直接走就行了 你不要盯着看 你盯着看 那两个人永无止境在吵 你相反 所有人散开了 那两个人就不吵 这是实话 是一个 我说你就队友吵架了 两个人在看得不好 然后下次吵架 那我们回去劝架 那行 后来我先把他们输出了 大概十分钟吧 那两个就不好意思了 对不对 我们两个吵架 怎么 怎么把酷鞋跟戏壳说了一句 两个人是觉得 就很不好意思了 然后就让他们就 是吧 两个人最后 不仅握手了 还拥抱了 就和好了 整体的事情是这样 后来我就跟他们 又讲了一下 这种说脏话不好的问题 就是 最后呢 就把这些造势者 全部拉在一起 旁边没讲话的 各罚800 造势者罚1000 全部交给领队钱 作为这种 他们这个吃饭 叫外卖 还是团件的活动费用了吧 好吧 我现在就把这种吃饭了 我现在就没说了 我现在就没说了